在這一次 郭國文跟謝雷龍介選舉的 這個選區裡頭最大的 其實就是第二大 僅次於南昆森的戴天府 就是麻豆的戴天府 所以在麻豆的戴天府前兩天 其實民進黨才下去開了中常會 然後由黨主席花媽賴清德 帶著郭國文 去到麻豆戴天府 像這個 有抽籤嗎 他看起來是沒有抽籤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柯文哲的人氣 白白在台南的戴天府 一個是最大間的 一個是在麻豆最大間的 白白是去戴天府 但是柯文哲是人氣爆表 那一天去到麻豆戴天府 麻豆是專台灣最綠的地方 是這個扁嫂的故鄉 然後花媽也去了 賴清德也去了 可是現場你只看到 民進黨的幹部候選人 沒有看到群眾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溫度計是很準的 因為你在當地的信仰中心 所展現出來的溫度落差這麼大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民進黨不是因為 跟柯文哲分道揚鑣的話 其實現在郭國文 我們輔選最有力的 已經不是賴清德跟花媽 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人氣或許還能夠 幫忙拉抬民進黨的候選人 為什麼 因為韓流 現在大家拱韓的結果 我覺得受益最大的 其實反而現在變成是柯文哲 所以一開始柯文哲有點緊張 後來就像剛剛邵婷講的 柯文哲現在這兩天心情變好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 大家都把他跟韓國瑜平起平坐 雖然只有一個輝文抗議 可是全台灣的媒體 一個第一名 一個第二名 各種媒體都把韓科擺在一起 柯文哲晚上睡覺都偷笑 我告訴你 所以現在柯文哲 他就水漲船高了 因為就覺得在韓國瑜旁邊 他現在變成你看 全世界人都怕他 那麼其實受傷最深的 應該是朱立倫 反而被邊緣化的 其實反而是朱立倫 講穿的是這樣子 這也沒什麼好那個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實在是非常的吊詭 你看到王世堅 對不起 你看到 想到柯文哲 就想到王世堅 你想到柯文哲去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情形 我們剛剛在講 現在的網路政治的時代 只有白面只剩下韓國瑜跟柯文哲 但是我覺得大家忽略了 民進黨只剩下一個人 還可以擠在他們的中間是誰 就是坐在對面的王世堅 所以國國瑜應該要擠在 世堅去站台才有用 不是 我說的是現實 不是嗎 不是 蔡英文也不是賴清德 有沒有找你 王世堅的 王世堅的網路聲量應該是 就是最高的了 民進黨最高的了 你不是找網紅嗎 應該就找世堅去幫他站台 所以現在起碼也要撒撒吐 你要想辦法幫你 我超太宇 你不想幫國瑜 你不想幫國瑜 不是啦 我超太宇 沒有啦 現在沒有什麼差不遠 以前 我跟你說 事先 慎選為主 以前韓國瑜差四大天皇 那差更遠 現在是大家都差他了 所以現在這時代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以後大家也不要再討論什麼 蔡賴配還是蔡什麼配了 應該討論蔡王配 蔡堅配 蔡堅配 對啊 要出來 不然你以前都沒有拚 鵝仔煎 鵝仔煎 謝謝 別鬧了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要把這一段剪掉 郭世堅說真的 國瑜沒有找你去搶救嗎 不是 因為都是我們這些天王籍 才有辦法救 我這次在台北市一個小咖的議員 不 我幫不上他 所以鵝仔就很聰明 國民黨天王去台南 大家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 不是我去 他沒有叫他去 因為鵝仔很知道 現在是專業 吳敦一去了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那能夠造成的效果不大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他就真聰明 天王喜歡天王 但是重點是 什麼才會有人氣才能夠拉台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要這樣子去看這件事情 這次的選舉 可見得民進黨是非常的緊張 但我在想 我一直在想蔡英文會不會下去 今天下午就要來了 對 因為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想 因為還沒看到蔡英文下去 蔡英文到底要不要下去 如果下去又輸掉 看要怎麼就好 還是說反正不下去也不行 麥君德已經天天在這裡了 又輸掉 能怪蔡英文嗎 但是蔡英文要選舉 所以朱立倫應該要每天陪著鄭世偉 因為這是他的選區 對 進行巷戰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最後這兩個禮拜 因為3月16號要投票了 這一場的補選 的確是一個非常具指標性的 因為本來民進黨只要派西瓜 就可以穩當選 高枕無憂的最綠選區 如今他們都下出一身冷汗 必須全黨動員的時候 這個戲就好看 所以很希望就是說 這兩場的選舉投票率 能夠比一般補選的投票率高一點 這樣子的話 這個選舉就更有代表性了 不過世堅 如果這麼綠的選區 民進黨都丟掉了 接下來怎麼辦 不會 秀琳 不會 王世堅出來選 不會 不敢 秀琳 我在看我這樣 蔡英文剛的分析都對 就除了我那一段的都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只有那一段是對的 但是就是說 這是大家想聽的 但是就是說 那個要看投票率 因為這個投票率 如果還只是一般補選的三成 其實不足以反映出 那就是2020大選的 大概的情況其實不會 如果有到五成 對 五成以上 因為我們2020可預見的 這個大選的投票率 一定在七成以上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一個 五成 六成以上 其實多數的民意在 對 參考價值就不高了 參考價值不高 第二個我覺得 確實這一年以來 很大的一個轉變 這證明了說 一切都是民意為依歸 所以我是我個人 當然國民黨要提名誰 是國民黨家務士 但是我以一位旁觀者 來政治分析的話 我是覺得形勢比人強 國民黨其實不要再扭扭捏捏了 所謂的制度 法律都可以改變了制度算什麼 那只是黨的一些內規而已 變成黨反而用一些制度 用內規來卡住一些 這個有聲望的 直接說白話嗎 對 我直接講就是說 既然韓國瑜像大家講的 說是千呼萬喚 萬民擁戴的時候 那就出來吧 韓國瑜既然是國民黨的 倚天劍最好的 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你就把倚天劍亮出來 我們民進黨 我們也是會亮出最好的 你們有雨天劍 我們有屠龍刀小英 他兩邊來 那柯P是什麼 柯P 我在這 怎麼會是小英 你在一時間的眼中 是一把水果刀 對 不是 時間 不值一提 民進黨其實他們很多人 是屬於賴新德 因為賴新德的民調 一直高於小英 但是他們的內部裡面 已經定出來是小英的話 我們判斷民進黨說第二階段 例如說選到八九月的時候 小英的民調還是低 他們就把小英換掉 換賴新德 我相信這個事情 不會在民進黨發生 民進黨一定會按照 他們自己的制度走 這個就是民進黨能夠 從拜中再活 活中再拜 當然我們已經預估 他應該再拜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們來估計就是 但是民進黨的特點就在於 他一直守住他們自己的制度 因為他們知道 守住制度會讓他們 減少最多的紛爭 我會接賴老師的話 賴老師講的就是我非常的同意 因為有一個新聞 可以證明賴老師講的沒錯 昨天的228紀念 或蔡柯是同台的 媒體問柯文哲很多問題 蔡英文對柯文哲說 怎麼都是你的問題 吃味了 蔡總統 你是總統 你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媒體沒有人要問你問題 要問柯文哲 我真的看的是難 我替蔡英文難過 這一次有叫柯文哲要微笑嗎 我也替王世堅難過 因為昨天我跟主持人算有默契 這是昨天的節目 沈大佬說民進黨現在 too late to追上韓國瑜 這是沈大佬講的 然後主持人問他 就是平雪玲問他說 你勸他們怎麼辦 沈大佬就顧協議員他 他就扯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說way and see 昨天沒有 他去扯國民黨那個 你要看重播 那個王世堅議員 我昨天跟他在友台 我問他一樣的問題 你問沈大佬的問題 是我問王世堅的問題 我說韓流現在這樣子的 民進黨現在完全執政 怎麼一直挨打 怎麼辦 這個當然是民進黨的 他就說我們有屠龍刀 他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說 因為國民黨的內部的糾葛 剛剛幾位前輩講得很清楚 我都不去 因為現在批評 我覺得可能太早一點 我覺得韓市長他就做自己 好自在 你這個月要去大陸 下個月要去美國 然後我又要去日本 你就照你的庶民經濟的tempo去走 你不要管他們那些什麼 但我們媒體還是要去追問 主持人 我舉個麻將的例子 這是之前韓國瑜講的 如果說有一個土包子背著麻將大賽 這個選手是我你的 然後因為麻將有的 這個抽頭部分是我舉例的部分 希望CNN不要這麼緊張 假設最後的結果 這是一個麻將的結果 誰贏 吳選手振2000他贏 是嗎 你仔細去算這個數字 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個4000不見了 就是抽頭的拿走了 沒有上桌打的拿走了 你這個講得太複雜了 不會打麻將的根本看不懂 對 不會打麻將的根本看不懂 沒關係 可是有看得懂 會打麻將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說你雖然沒有上桌去比賽 可是最贏的人其實是你 這個在我們國稅裡面 經常的發生 主持人 我跟高雄的朋友 你現在是說抽頭的人是誰 那個頭凸凸的那個 對 我來講 會發財的 抽頭了 我跟高雄的朋友 有幾個頭凸凸的 王金平頭也凸凸的 不是 我講的是韓市長 因為韓市長舉例那個麻將 我想跟高雄的市民朋友對話一下 這是韓市長他在就任之前講的 如果是庶民經濟 只能讓幾十萬人受賄 我講快一點 然後他認為還是要產業升級 其實他的觀念是對的 韓市長講的是對的 這個邵廷兄也是專家 產業經濟 重重之重 他已經當市長了 重重之重 然後要大魚大肉的話 還是在產業 這個韓市長講得都沒錯 韓宇陸你真的非常的熟 我們要拚經濟 不要再問總統大選了 其實他是猶豫的 我們之前的call in 這是林雅的周小姐 他說我覺得很糾結 這是跟主持人 他說我覺得很糾結 然後另外一個是齊靜的萬先生 我很不捨 但是我會支持 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今天剛好有個 這個台大教授的投書 來當我的結論 這個是自貿區 自由貿易區 高雄發大財的關鍵 這是台大的教授 寫得非常的好 自由貿易區高雄市長做不到 我一句就說完了 自由貿易區講了幾年 講了很多年都做不到 總統 這內行的 少林雄也想選立委 這個架式已經出來了 非常好 你要拚經濟 你要真的拚經濟 要讓高雄 所以我跟高雄市民的朋友對話 因為我知道最近的民調 很多高雄朋友不敢 叫我韓國去選總統賣 但是你真的要從大局來看 如果真的要讓台灣好 讓高雄好的話 你只能讓他選總統 這是必要的 慧琳想跟你對話 我要對話一下 因為我已經觀察 世間議員好幾次了 他每一次 不是跟他 沒有 跟你的話題也有關係 因為他每次都說 韓國瑜是倚天賤 但你屠龍刀講錯了 屠龍刀明明就是賴清德 怎麼會是蔡英文 賴清德他在韜光養晦 他繼續在磨 為什麼你不像主張國民黨 要派民調最高的人出來一樣 主張賴清德要出來 他有改變 他已經說他最喜歡吳敦義出來 這邏輯不是一致的嗎 我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王世堅這麼的主義 這個韓國瑜 難道真的是因為那個錶的關係嗎 我跟大家講不是 因為王世堅 因為王世堅他是一個 Timberland Timberland的錶 他是一個非常忠貞的民進黨員 大家可以觀察到 就是說民進黨 如果你去看高層跟基層 基層的民進黨員 都反對韓國瑜出來選 因為他們認為韓國瑜很強 可是為什麼像王世堅這種 國民黨 對不起 民進黨的高層 中高層 就是民代以上的 都在空印節目裡面 很多節目裡面 他們會講說 支持韓國瑜出來選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們的心理 第一點 因為已經對2020有點半絕望 尤其又是因為蔡英文的情況下 所以在這個關頭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把高雄拿回來 如果韓國瑜出來選了以後 高雄可能會出現一個真空狀態 這個時候有利於 固守南台灣的大本營 因為如果總統大會無望了 至少我的大本營 我的大本營在中南部 我要能夠把高雄拿回來 到時候就可以攻擊 韓國瑜說 你看你就是吃碗內看碗外 對不對 像高雄市長當沒多久 然後你就出來選中 我給大家保證 到時候一定是這樣修理的 就像修理柯文哲不務正業 市長不做等等 第二點 他希望色彩歸對 也就是說 當韓國瑜出現的時候 柯文哲裡面的潛藍 很可能潛藍的票流向韓國瑜 這個時候回到藍綠 傳統廝殺的戰場 是藍綠對決了 所以可以極度的邊緣化 假死柯文哲 第二點 第三點 如果真的韓國瑜出來了 你認為這些準備了那麼久的 這些太陽門 會真的就是全心全力的支持呢 還是說心裡心有千千節 會不會反而因為這樣 造成藍營內部的分裂 因為他們畢竟都準備了這麼久了 至於剛剛賴老師講到的 就是兩階段 一階段的問題 我必須講 上次如果換柱 而這次我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誰在初選初列 假設是換輪好了 換輪 換輪胎 換輪胎 換柱 這兩個情況 基本上我認為不太一樣 為什麼不太一樣 換柱跟換輪不一樣 對 為什麼不太一樣 為什麼換柱跟換輪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是國民黨氣勢 最低迷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朱祝姐已經通過了 這個防磚條款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民調40% 當他這樣出來的時候 而又透過黨代表的方式 硬是把他幹掉的時候 對不起 我必須講 最後選舉的結果出來 真的就一定比洪秀柱出來的 那個得票的數字要高嗎 還是很多人因為換柱 所以對國民黨覺得很生氣 最後沒有去投票 會不會是洪秀柱出來 那個票數反而更多 而這一次如果換輪 我認為是不太可能 會發生這件事情 換輪的前提是 我這次是真心誠意的 希望一個民調更高 因為這一次是國民黨 非常有機會勝選的一次選舉 跟上一次那個情勢不好的情況 完全不同 所以我才覺得說 如果這一次真的出現了 二階段的換 其實我認為很多黨代表 我必須講 黨代表的這個裡面 很多跟高層 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美美角角的關係 所以這一次是不是真的會 因應民調 或是為了真的要求勝選 然後換輪 我覺得機會是不大的 我們對我們的